今天是我预约延迁的日子,下午两点延迁,然后现在提前一个小时就往那边走了 因为提前一点到,然后两点整的时候他会准时叫我,他说叫我我不在的话 这个预约时间就相当于作废了,我就必须从预约 所以如果你的预约时间是两点的话,你就最好是提前一点到那个地方等着 因为他有可能两点准时叫,然后我发现今天有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是按照房间的 现在就只给一个号了,也不会给是哪一个工作人员,也不会给是哪一个房间 但是一会儿进去以后可能就不给拍了,所以我只能悄悄地抽空给大家拍一下整个眼前的过程吧 春天来了,到处都是花,特别美,人的心情也特别好 德国这样的花店特别的多,蛮大街都是 还是上次那个新纸的地方 我现在差不多提前20分钟到 然后坐在大厅里面等一下吧 今天27度,但是已经可以直接穿短袖了 穿了一个外套有点热 还是上次办预约时候的地方 如果大家不知道我上期预约的那个视频的话 可以去我的频道看我的关于预约的新变化的那个视频 颜约的楼就在那儿 怎么还没绿,啊,绿灯了 现在真的方便很多 因为就在市中心,有点近的地方 如果你已经约好时间了 就直接到四楼来等待眼前就可以了 然后这些房间都是一个一个工作人员 他一会会叫你的 这边写着 从403到431 然后419到430都是眼前的房间 然后工作人员会叫你 在这边等待就可以了 这边也是 这边也是眼前的地方 这边有一台机器 这个是叫眼前费的机器 它会根据不同的你眼前的时间长短 然后收费 我现在坐在这儿等一下 然后等他叫我 现在的时间还没到 还有一会儿 新的办公环境还挺安静的 而且感觉很干净 我换了一副眼镜 我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都装在这个袋子里 没有多少 我的中国护照 他叫我了 我现在要进去了 肯定不能录了 一会儿进来车来捡 我现在把材料交给他 然后大概有个十来分钟的样子吧 挺简单的 然后摁了手印 然后他拿了我的照片 然后就换好了 现在他给我一个这个卡 让我去付款 就是这个机器 说请把卡放进机器里 不仅是59块5 好了,找了钱,他还凸出来了 现在要进去给他付款评征了 现在已经全都办完了 现在准备下楼了 我现在出来了 但是我今天干了一件很蠢的事 就是我没有换新的护照 然后我拿着旧的护照过来办延签 但是我的护照还有几个月就要过期了 所以本来可以延很长时间的 结果现在就只延了几个月 几个月以后又要重新来办延签了 是不是很傻 先干这种没头脑的事情 不过现在办护照蛮简单的 现在杜赛就有大使馆 然后去杜赛换一下新的护照就可以了 不像以前有很好的法轮客服去 就还挺不方便的 现在我下一步就是要赶快去办一个新的护照 然后又要赶快预约 下一次的延签了 我在土耳其店吃饭 跟我们国家的烧饼一模一样哦 而且是现烤出来的 还是热的呢 超好吃 然后他还配了这样的酱 像是站着吃的 好多肉啊 我的羊肉汤来了 料超足 超好吃 而且一点都不 而且一点都不善 把饼花的汤里面可以冒充我们的羊肉票 而且姐姐吃饭也挺不错的 忽略我块掰的比较大 好酥脆哦 因为已经烤出来了 所以好吃 这么多的 窦 先 ambient 耶 来 您 老 业 你 别 mat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